男人掀开白布 露出里面的女孩 随后摘掉手上的劳力士 脱掉高跟鞋 拿起剪刀 咔咔几下 剪开黑色连衣裙 露出性感的红色吊带 突然女人睁开了眼睛 赶紧点赞加关注评论区狗头保护 还问我在哪里 你在殡仪馆 已经死了三天 她这才想起之前的车祸 我还能说话 哥们没死 医生见她不信 拿出了死亡证明 她这才相信死亡的事实 随后医生开始清理伤口 进行伤口缝合 可诡异的是 小美根本感觉不到疼 她这才相信自己已经死了 正在这时 突然有人敲门 医生给她打了一针 说这是肌肉松弛剂 等母亲到来时 小美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半天过后 她又醒了过来 这次身体竟然能动了 难道自己没死 她赶紧拔了个脉 可无论怎么用力 都没感觉到心脏跳动 她非常生气 用力敲了下床 一下 两下 三下 根本感觉不到疼 她觉得自己肯定不正常 随后下了床 来到门前 大声呼救 可根本没人来救她 而这时男友正在外面 想进去看小美最后一眼 却被医生拦住 只有亲人才能探望 小美听到争吵声 更加大声地呼救 然而声音根本传不出去 男友只能无奈地离开了 医生回来后 看到小美蜷缩在角落里 有点意外 不过也没放在心上 没想到小美偷偷拿了把剪刀 趁医生不注意 用力刺了下去 正好没有刺中 可男人并没有害怕 一步步走了过去 还主动把脖子凑到跟前 这时小美却害怕了 把剪刀收了起来 我明明还有呼吸 还能跟你说话 为什么你们都说我死了 因为我能跟亡灵沟通 可她还是不相信 悄悄偷走医生的钥匙 等她离开后 打开大门 想逃出去 没想到医生发现钥匙不见了 随后急忙赶了回来 把小美堵在家里 赶紧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狗头保护 她趁机爬到楼上 拨通了男友的电话 让她赶快来救自己 可男友以为这只是幻觉 就没当一回事 这时医生找了过来 还说 你们为什么这么贪恋红尘 紧接着扯掉一块布 露出一面镜子 小美定心望去 我为什么看着像具死尸 你明明就是 随后她伸出手 抚摸着镜子 看到浑身惨白的自己 终于接受了现实 可她没注意到 镜子上流下的哈气 又静静地躺了回去 换好受益后 医生打开了门 让她出去转转 好好看看这个世界 可她却犹豫了 因为没什么可留恋的 唯一的母亲也不喜欢自己 下丧当天 她静静地躺在棺材里 非常安详 医生又给她打了一针 说可以龙光焕发 美丽地离开这个世界 随后拿了一个小镜子 脸色确实比之前好了很多 她深吸一口气 突然看到镜子上的哈气 这才知道医生在骗她 可已经无力回天 慢慢昏死过去 追到会上 人们也没发现异常 她再次睁开眼时 早就被埋在地下 根本出不来了 而这样的受害者 还有很多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整天浑浑噩噩 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医生是不是人格分裂 她这种做法对吗 你记得 我